市民10月17日,在江蘇常熟市接近長江入口署,拍攝到驚人一幕 數以萬計的長江小毛蟹爬到岸上,成群結隊密密麻麻,場面壯觀。 過往的路人和村民紛紛拿工具撿龐蟹,表示這種小龐蟹是可以吃的。 據大陸媒體報導,視頻拍攝者蔣先生表示他當時開車路過,發現龐蟹滿地爬,覺得很奇怪。 當地村民也表示在這裡居住20年都沒見過這種現象。 對此,陸媒稱上屬地震台丁老師說,網友所說的毛蟹在當地叫做龐蟹, 根據氣溫變化遷律屬於自然現象,與地震無關係。 上屬市氣象局工作人員表示沒有依據,屬於謠傳,還未檢測到惡劣天氣發生。 不過,至今美建上屬地震台與上屬市氣象局發佈有關官方迫謠公佈, 報導中也未提及這位丁老師的真實姓名以及資歷。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難道龐蟹的遷移周期是20年嗎? 網友紛紛諷刺說,地震感覺就是沒什麼用的部門,基本就是用來闢謠。 暈啊,這兩年這麼多震前警告提前發出不能無事啊,可以晚上守看視頻。 不發生負責闢謠,發生了負責陳述自然現象。 20年未見的自然現象,專家不解釋一下,其實地震前動物異常現象並非小見。 2008年民村大地震前兩天,華西都市報5月10日報導, 四川綿竹市西南鎮潭木村出現大規模禽渠千璽。 幾十萬禽渠走上馬路,他們攜妻帶子,就好像襯虛一樣熱鬧。 村民表示擔憂說,這種現象是不是什麼天災的預示啊? 但綿竹市林業局接報趕到現場後卻解釋說, 這是因為擔憂繁殖季節,爆發大量幼擔憂上岸遷移, 與天災無關,不會影響人們的生活,還會為當地減少蚊蟲。 村裡哪個老人說,活到這麼老都未曾見過這些現象, 但專家卻說這些是正常現象,證明民族的生態環境越來越好。 不僅是四川,2008年5月4日,江蘇江都市武堅鎮 新樓村約幾百萬隻禽渠在該村劉朵澤附近集會。 5月9日,江蘇泰州市市區的東風大橋上突然出現數萬隻小禽渠千璽。 5月11日,江蘇常蘇古利鎮朱京縣幾萬隻小禽渠千璽。 2008年5月12日,13點56分,天水市秦州區南闊寺出現八年漢見佛光。 這個天水南闊寺是千年古寺,至少在唐朝以前就有。 道普當年,朵安市之亂就是住在這個廟裡的,還留下了不少詩篇。 突然現佛光,14點28分地震來了。 5月9日,19點54分,一位網友在某鐵巴裡說:"我在臨近看見大片地震雲。 不知今明兩日,哪裏要發生6級以上強震。 這個一直被冷落的貼紙,響之後一天地震發生後迅速被網友們頂爆。 4小時內,獲得45,166個回覆。 地震當日14點時,本該五休的時候, 村民看到天上有很多老鷹並且都發出了比較奇怪的叫聲,於是就叫大家出來看。 正在議論的時候,地震就來了,無數房間倒塌,這些錄影救了無數人的命。 多謝您收睇這次時局新聞,喜歡我們的頻道請點擊訂閱,再會。